北京时间1月24日 胡仁客场107比113不敌热火 此一 胡仁在最多落后26分的情况下 莫杰掀起猛烈反扑 一度追到只差4分 不过关键时刻 布拉德利和塔克的两个失误 断送了胡仁翻盘的希望 但这一切 和魔兽霍华德没有太多关系 即便首发出战 但他全场0分4板的表现 也似乎在证明 他和这只胡仁并不来电 本场比赛 霍华德继续首发登场 这也是霍华德连续第五场比赛 进入首发 但全场比赛 霍华德只得到了11分钟出场时间 只出手一次没有命中也没有得分 只拿到了4个篮板球和一个盖帽 而且 霍华德的在场正负值 是尴尬的-13 胡仁全队最低 沃格尔只是在第一节 和第三节初段派上霍华德 其余时间则将他弃用 霍华德也没有太多表现机会 在暴冷输给国王之后 沃格尔重新将霍华德放入首发阵容 但过去五场首发的比赛中 霍华德的出场时间逐渐减少 从前两场的20分钟 倒是3分钟再到11分钟 霍华德的表现也越来越无足轻重 由于浓眉即将复出 霍华德很快连甲首发都保不住了 作为霍华德来说 他的实力肯定不止于此 如今糟糕的表现 和球队的阵容组合 以及主帅对他的使用方式 有很大关系 看看麦基和比勇博 在太阳能够打出出色的表现 不知道霍华德内心会做何感想呢 因此 胡人如果用不好霍华德 最好还是在交易截止日前将他交易 这样既对胡人好 也对霍华德好 毕竟除了胡人 应该会有很多球队 都希望去得到霍华德这样的内线 这位NBA历史级别的球星 也不该这样被对待 在这边 感谢观看